好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張表上面可以看到整個皇宮的發展趨勢 其實只有幾步啦 G9走到I9走到KRF 記得說到AI 這AI就走了非常長的時間 一直走到790 才突然間一口氣到EUV 所以如果各位要進光源的發展的話就只有這次而已 G G9 436 G9 536 KRF248 ARF103 F2基本上就沒有在用的 直接跳到EUV 那下面就一張品給各位看一下 這張光 可見光是在各種電子波當中的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波段而已 我們只有分 從廣播電台用的RF頻率 到現在手機高頻零件所使用的微波頻率 到後來呢 去中醫的時候做附件 所以用到的紅外線 大家一定要去烙到 拉山有沒有 去中醫館那邊造一些 造那個什麼紅外線有沒有 用紅外線 然後來治療 然後呢 可見光是在非常短的地方 它波長非常高 然後記得到是外光 紫外光現在是X-Ray X-Ray X-Ray的下一個就是會變成浩特的Gamma Run 這邊的Gamma射線 我們一般電影上面是講的Gamma射線 到這邊來 非常高頻率 非常高頻率 而五元波器就是 大約三百邊來到三百里桿 現在最常用的波段是 目前的回波 所以剛剛講過 光學系統當中 這個波光當中呢 我們剛剛講的重要的是解析度 第二個就是景深 什麼是景深呢 景深是一個範圍 它什麼範圍呢 光將進景深範圍內的圖案 景深範圍內的光 會聚焦在重運焦距上 然後呢 投射的影像 在景深範圍內 可以過得很高的景深度 換言之就是怎樣呢 我今天要拍照 拍照會聚焦 聚焦的那個人 他會清楚的 但不只他清楚 他前後有一段範圍 都可以很清楚 這段清楚的成像範圍 就是所謂的景深 就是景深 光學在拿照相機 在做對準的時候 一定是先對準某一個點 但是清楚的不會是這個點 會把這個點前後一段距離 都會是清楚的 超過這段距離就會 不清楚 所以 以對準的點為中心 然後呢 前後這段Range 都會是清晰成像的這段Range呢 就稱之為景深 那我當然會希望景深 越大越好 代表怎樣呢 我隨便應對準 哇 不管是淺的或深的 都能夠清楚成像是最好的 不管你是近的還是遠的 都希望能夠清楚的成像 但很可惜 景深沒有辦法拉得很大 因為景深的公式 景深就是DOF Depth or Focus 景深Depth or Focus 景深Depth or Focus 指的是這段Range內的光 才有辦法去焦 經過透鏡聚焦 而景深的這個範圍呢 獨辣是2Na平方分之 K2Na Na Na一樣是我們前面講的 Numerical H Na一樣是波長 你會看到景深跟解析度 這兩公式 來看一下比較那個兩公式 景深 Depth or Focus 景深 景深是2倍的 Numerical H A平方分之 K2Na 而Resolution Resolution Resolution是什麼 我覺得是Na分之 K1難打 你們的2 看一下 怎樣 好 所以從這邊你們看到 什麼呢 首先 Resolution是越小越好 景深呢 是越大越好 景深越大 代表什麼呢 可以清楚成像的範圍 是比較寬的 代表來呢 有一區的景象 全部都可以 都可以清楚的成像 然後呢 可是這兩個會打架 如果你是路線要小 代表什麼呢 Nanda要小 應該說這個的結果就是什麼 Nanda要小 Na要大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景深要大 景深要大 那是什麼 Nanda要大 或是Na要 Na要 Na要 Na要小 兩個是有提出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同時擁有 好的 Resolution的景深 所以在 拍相機的時候 你要紅點非常的清楚 那它的景深就會很小 代表這樣呢 距離它有段距離 旁邊的畫面就會比較多目 那如果你要大家都 有一定的清楚 清晰程度 那大戰的輪幅度選 都不會太好 你就是你早一放大 就顆粒之後就出案了 跟拍照的演技師一樣的 你要將某個點 拍得超級清楚 那它旁邊一定會比較好 而你要讓大家的成像 都一樣清楚 那它景深 它輪幅度選 就不會太高 事實一樣到 這兩個會有所提出的 那在黃光曝光之城呢 會發現 景深的重點是什麼 景深是這個 代表什麼呢 一個光 經過透鏡之後 可以清楚聚焦 聚焦非常緊密的 這段可接受的Range 就是景深 那通常這裡會是什麼呢 通常這裡就是光阻 光源打過光照 經過光照後 光在經過透鏡 束下來之後 達到光阻上面 那我們大概希望怎樣呢 光阻最好就在景深裡面 就可以清楚的在 在光阻上面成像 或者你可以想像成光阻就是底片 拍照之後呢 光到最後要在底片上面成像 齁 成像的地方呢 在我們故風之城中 成像的地方 就是要將光照上的圖案 拍到什麼呢 光阻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光阻的位置要在這裡 它能夠清楚的成像 可是就來了 就會發生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的光阻 我的後路 超過這個景深 那就代表怎樣呢 部分光阻的強度 光的強度 可能就會比較弱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 完全不光 所以變成怎樣呢 你的光阻就要 最好你的光阻的後路都在景深裡面 可是如果光阻太高 你會知道 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抵擋時刻 跟抵擋 立子負擬的能力就不夠 或者是會比較差 光阻越後 越能夠抵擋時刻 越能夠抵擋 的空氣 立子負擬的空氣 但是光阻的後路要超過景深 就代表怎樣呢 它在成像的時候 解析度會變差 會比較不清楚 所以這兩個 你沒辦法同時做好 除非你從K左手平台 所以TOF景深跟解析度 不能夠同時兼顧 因為它們就波長給大家 波長給大家 解析度要好 波長要短 NA要大 但是這樣的話 TOF就會變上 所以這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希望怎樣呢 我們在半大明治展當中 我們希望這整個光學系統 曝完光後 光的景深可以完全 包出光的透度 它整個光的透度都在景深以內 使得光照上的圖案 可以完全在光圖上面 成像 形成圖案 把它的景象全部扣在光圖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景深太小 那光圖上的圖案就會比較多 所以呢 第一個景深一定要夠 第二個 因為景深沒有辦法拉很大 所以你的光竹的後腹 盡量是怎樣呢 第一個光竹後腹不能太後 可是光竹是塗不上去的 可是光 前面講說光竹是塗不上去的 就算你下面有高高命的地方 比如說經驗表面只有圖案 有高的圖案 可是光竹是用旋圖的 旋圖的就是最後圖案最後表面 是一個像水平面一樣 是一個平的 那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圖案 底層的圖案會是扣出來的 光竹都會放 然後圖案是低的 光竹都會放 舉個例來說 比如說今天我的圖案 MOSPATE 我有GATE 假設這是GATE MOSPATE像這樣 這有SOW STRENG 然後呢這有STI SHALE CHANGE EXCELATION 好 接著我要寫 下一步要重新顧問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上完光竹之後 光竹旋圖完之後呢 光竹會是平安的 旋圖完後的光竹是長這樣 圖不完後的光竹是平的 平了完之後呢 會發生一件事情 如果我在這個圖案上面 應該這樣講 應該這樣 GATE形成之後 MOSPATE做完之後呢 通常都會上什麼呢 絕圓層 封住這個光竹 封住這個元件 所以會有絕圓層 SIO 來當作保護元件的保護層 MOSPATE做完之後會上絕圓層 把這個MOSPATE給覆蓋住 就保護住了 讓它們不要再接觸到外面了 可是接著再上光竹 我們要開圖案 要開contact phone的時候 我就會上圖案 然後光竹平的 光竹是平的 但是這時候你會發現到 我下部要曝光了 出現很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裡的光竹 比較穩 這裡的光竹 比較厚 對不對 所以在圖案 在下一個成像的時候 我要開contact 我要開contact 我的MOSPATE Source GATE 而我現在要開contact 我的contact的圖案 要開在哪裡呢 我要開在Source的上面 還要開在GATE的上面 換言之這裡會有圖案 這兩側也會有圖案 也會有圖案 在這裡 也會有圖案 我們需要把圖案在這邊 可是他們在成像的時候 有的光竹前 有的光竹後 那就會造成什麼呢 如果你的景深不夠 假設今天我的景深 我的景深只有 從這裡到這裡 如果我的景深只有這樣 或是有這裡的圖案 會是GATE 很漂亮 但是旁邊的圖案 可能就會模糊掉 可能就會比較模糊掉 比較模糊掉 就會發生這種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光竹厚 厚度不同 所以變成怎樣呢 再負越小的圖案 我們就需要越平坦的表面 因為平坦的表面 在上的光竹 你的光竹才會是 怎樣呢 厚度才會是均勻的 所以為了做這個步驟呢 原件在做小的時候呢 就會引進化學機械研磨 CMP這個赤層就出來了 CMP這個赤層有什麼好處呢 他等於是在你上光竹之前 我們前面不是講過 MOSPEC做完之後 會上一個保護層 是額外疊上去的絕緣層 那他就跟下面一樣 以外很高有低 那到時候呢 這個完之後 SRO2成績完 接著開始用磨的 凸出來的地方就被磨掉 磨掉磨掉磨掉 最後呢 會磨成一個平坦的形狀出來 多的地方就被磨掉了 凸的地方就被磨掉了 所以到時候呢 晶圓的表面平坦 你看 SRO2突起來的地方都被磨掉了 這時候呢 再去上光 那這時候的光度就是可以 很均勻的 厚度會均勻 這樣才行 所以這就是講的 來到這邊來 這就是講的 你的磨掉磨掉 緊身就不會很深 緊身只要一不深 我們就希望晶圓的表面要平坦 這樣光阻塗不上去才會是平坦的 否則光阻塗不上去都是居民的 可是最薄的地方很薄 厚的地方很厚 會超過緊身 那成像就會有一點 所以呢 在文小號的過程中 經由表面的黑暗化很重要 所以CMP是微小化 在點25之城之後 就會大幅被使用的一項工具 這時候 唯一就有介面了 只要曝光出來不快不好 表面不夠平 CMP你沒有磨過的夠平 又開始被去罵CMP 你磨得不夠平 直到CMP磨平了 你沒有藉口 再曝光出來是你家的事 就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每一個步驟都會影響到另一個步驟 所以當你沒有做好之前 你要先想辦法跟他們借口 或者是你想要做好 可以 有什麼辦法可以輔助你做好 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的鄰居有辦法幫你 可以 越平坦的表面 在重要的傾身之下 他就有機會 極情不變 他就要靠屏 所以CMP現在大量的使用 化學機械原本 所以CMP是微小化智能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他可以幫助補光 好 那再回到公園 前面講過 目前學校最常用的是IMI IMI是36 而DUV呢 就有分什麼呢 248跟 另外一種 19多少 193 193 這些都經典講過 193的AR 所以目前呢 黃光在進入到EUV之前 都因為靜論士唯有技術的發展 193之後的開發 全部都被過重置 全部都打幣 全部都打幣 好 就被買錯一樣 投錯了 因為誰都沒有想到 靜論士技術的出現 靜論士出現之後呢 哇一堆的黃光圍影上就 沒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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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ARF呢 一直發展到 這可以繼續往下去 7耐 一直走到7 那走到7 plus 就是EUV了 EUV 但是SANSON的7 就是完全都是用EUV 他DUV做不到7 SANSON的7耐 你現在是落後台機了 他一直要得到EUV成熟了 他只要做起 因為他用定UV 做不出7耐力的製程 三種投降 他已經做出來了 這樣子 好 那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解析度更高呢 還有後面會教到 除了靜論士維移技術 可以讓光圓的波長 經過炮戰容易 波長變更短之外呢 還可以使用雙圖圖案 或者是多圖案化的製程 來進一步的加強解析度 加強解析度 好 那這個後面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後面會介紹到 什麼叫做雙圖圖案 或者叫做多圖案化技術 後面會提到 他可以增強解析度 好 那再來 最新的是機子外貌 那還有一些 基本上沒有在用 不是只有學校在用 那就是什麼呢 奈米壓抑為電子樹脂寫 電子樹脂寫 基本上有一些 許多的學校或公司也都有 但是 但是 它沒有被廣泛使用 這兩個分別是什麼呢 後面會提到 幫我推薦兩項 所謂的奈米壓抑 就很像蓋印章一樣 你刻了一個印章 印章上的圖案是奈米尺寸的 就是上面有類似光火的東西 你用印章 壓下去 拿起來 突然就形成了 就好像 等一下 紅骨粿有沒有 在那個 那個 那個磨 那個模具 打下去就是一個 當然這是賽事具好 或者放個角度來講 就拿模具去壓下去 壓下去 壓下去 就壓出一個一個的形狀 但缺點是什麼 你每壓一個 你的刻印就會 耗損 就會磨損 壓越多 最后這個 解析度就會變差 所以使用次數有限 而且呢 你進進來就要耐力了 代表差一點 會差很多 我只在書本上看到這個技術 我從外面看過 有沒有用過這個技術 至少我沒看過 電子數是什麼呢 一樣 前面講過 電子數技術 是因為電子 你本身可以用高能量的電子 而高能量的電子 它的波長很短 或者你可以講 電子數可以 你可以換個角度想說 電子的 電子具有波的個性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 波源 或是一種光源 變成波鈴二重性 高能的電子 它的波長就可以噴動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電子數不是光 電子數就像一條光束一樣 你的頭外變成怎樣呢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隻毛筆 而這隻毛筆 的底頭 非常細 可是你的圖案呢 光學圖案是 你有個光照 有個圖片在這邊 光一個下去 就可以吐完一區的圖案 但是電子數呢 是你哪一隻非常細的毛筆 一筆一畫的去寫出來 一筆一畫的去曝光 也就是說被電子數照到的地方 它的光阻才會產生化學反應 所以變成怎樣呢 你要寫出一個雜跡的形狀 就是電子數 去畫出一個雜跡出來 就變成你光要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雜跡很細 這個雜跡很細 你要用電子數的話就是這樣的 電子數就是這樣 電子數假設它的insize 只有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這樣子去撒 這樣子 一條一條的去曝光 所以當你尺數很小的時候 我電子數最短最短的波長 我可以曝出 就是電子數這樣一條拉下去 的波長 可以很短 可以很短 但缺點是什麼呢 電子數這麼小 你哪一根那麼小的筆去寫 可是你要寫滿整張光照 很花時間 對吧 一片光照上面 你要把整片光照所有的雜跡 用電子數去拉 哇 之前講過 超大型機體電路 一個晶片 不要說一片回合 光是一個晶片上面 就數十一個電晶片 你要少數十一次嗎 少一三 一顆耶 一顆可能還要少個兩三四耶 所以呢 電子數這個系統呢 它的缺點就在於什麼 產能太不太低 它花的時間太久太久 所以你只要是採用這種 非光學的做法 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電子數是最好的曝光系好嗎 它可以曝光的很小 控制力很好 但缺點是你要花很長的時間 才能夠寫完一整張光照 一片光照 簡單的 就好像怎樣呢 你有一個圖案嗎 今天我要 今天我的工作是 寫春聯 寫春聯 但是假設我的春聯是怎樣呢 我也用模具了 這模具寫的工期發展 只有工期發展一忙透光 我直接拿油漆拿油刷有沒有 這個油刷就像光一樣 我只要把這模放在春聯上面 我刷一下去 把模具拿起來 就是工期發展 對不對 就這樣 所以那個模就像光照一樣 光照上去 整個油漆一拨上去 就是一個工期發展四個字 那你同時有很多模具 我有100個工期發展的模具 我一同油漆這樣 這個拨下去 均勻的拨完之後 我只要把模具一拿走 是就有100個工期發展出來 很快 可是如果要用電子數據自顯呢 就是等下拿包米 一張一張 一個字一個字的東西發才行 寫完一張 才能寫下一張 再寫下一張 再寫下一張 曝光 啪 完成 電子數 慢慢寫 所以 這會有很大的疏固的問題 產能的問題 所以電子數基本上 沒有在用在量產 學校的科學研究 可以用電子數 但是在業界不會用什麼電子數 所以你看 在課本的時候 現在在阿拉的課 都在指導科學大工程師不斷的提高解析度 突破限制 而且延長了光學唯一 因為我前面講過 只要你不是使用光學的方式 就會影響到你的產 你的輸入部 你的製程時間就會大幅度的加長 所以呢 一直使用到什麼呢 一直使用到七難 都還是定UV 而終於投降了 連台積都使用EUV了 所以未來應該就只用EUV 不會再往下走不同的光學 因為其實我講過 只要那種非光學球 就有很大的問題 EUV已經很B了 什麼叫很B了 它就是很光學的極限 就如果我前面講的 再過去 再過去一點點 就到X光了 就到X光了 我講的波長高 再長 再波長再短下去 就X-Ray了各位 所以放行啦 EUV就這個 EUV就走到極限了 應該是不會走下去的 我認為應該是不會走下去的 EUV就要拿不起來了 應該講 之前的新聞有講到 在16奈米之後 只剩下 應該講 整個半導體廠裡面 最大的 有幾家 Intel 台積 Sansung 聯電 Global Foundry 還有大陸的中心半導體 現在還有什麼的紫光集團嗎 那這些系統當中呢 誰在16奈米 14奈米到10奈米之後呢 已經舉手投降說 不走為小花 Global Foundry 全球晶圓 或叫做 Global Foundry 有人講 Global Foundry 就直接從名字翻到 叫做 Global Foundry 那用意思來翻 Global 就是全球的意思 Global Foundry 全球晶圓 宣布 不再走為小花 不再競爭 往死難其難做 第一位的投降就是聯電 聯電這個之前的 電子晶圓二格 也投降說 不再走為小花 也搶不贏台機 當然 大陸就永遠不會投降 他有一次錢可以燒 他幹嘛投降 所以現在 但是他現在的製程技術還停在 二十八耐火 二十八耐火 好 這樣 很像 二十八耐火 很賺好不好 二十八耐火 就像蛋蛋蛋堡一樣 他都做新的口味 他光賺他就不賺了 先進的元件 你要駕用他很難 就很像野馬一樣 這馬跑得很快沒有錯 大概也很難控制 而且設計成本又很高 所以 大部分的 iC設計廠商 用不到 7耐火 支撐技術 用不到 甚至很多 內銘店都還喜歡用 我們的 電一八跟電二五的 還用不到 耐火技術 你不要傻傻 你以為 先進就是很好用 他的產量不見得是最大 但他的毛利是最貴的 他毛利是高的 售價也是最貴的 但是在就使用量而言 我見得是最貴的 我見得是貴的 我就問你 電風扇的數量多 還是手機的數量多 對不對 吹風機的數量多 還是手機的數量多 你到時候 不好意思 那種感覺 就是 電器產品太多了 你的冷氣機 用到清耐火嗎 不會啦 對不對 所以就量而言 你的數量不是最多的 但是他的單價卻是最高的 你的手機 你的機器貴 這是合理的 iPhone一直出來 三四萬 買一台小型的冷氣機也差 兩三萬而已 對不對 價差多少 是不是跟各位一個迷思 都在追求微小的時 你不要想的是 人人都要 沒有 沒有 有人騎個螺子就可以 他連竊馬都不用 他有便宜的螺子 如果不好你就換掉就好 這樣子 所以只告訴各位 現在 現在 還有 有在競爭只剩下誰 Intel Samsung 跟台積電 而目前 在商業模式上領先的是 台機業 目前是這樣子 因為Intel是做自家的東西 Intel技術很好 Intel可以說我認為 我認為自成技術強的是Intel 但是管理模式 強的是台機業 以及工程師賣血賣單的程度 台灣 美國人絕對沒有辦法這樣子 美國人敢這樣做 他居然告訴你 你要知道民主性的問題有沒有 當然也有人說是奴性啊 但是大把菜會掛在前面這個蘿蔔 你會想自己啃他 這就是為什麼進去人多 出來人少 那個 游減入生意 游測入減難啊 享受過了每年繳稅 繳個20%以上 不然回國繳5%的稅 那個差異很大 差異很大 真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幹的要死 但是眼裡的爽的爽的要死 然後一邊幹 但是又不願意 不願意贏他 這樣子 好 所以現在大家幹就EUV 升法 但是EUV 還沒有使用EUV 跟EUV還沒有做到那麼小 但是不見得他的特性不好 他的特性也不好 只是面積比較大一點點 那圍影技術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提高解析度的 有幾個辦法 課本舉了幾個例子 包含相位移光照 光學臨近教授ODC 離軸光照 淨論式圍影 跟雙重圖案圍影技術 這些技術都可以讓EUV 193繼續的往下撐到 7難影技術跌 現在只不過是22 所以感覺近幾年 課本有可能會再改善 再把這個數字往下 因為現在已經量產7PLUS了 已經走到7難影 那這些東西都各有各的故事 我們下一篇再來介紹 為什麼這些東西 可以進一步的提高解析度 為什麼 我們下一篇要知道 好 我們這禮拜先說 這邊光學有很多的發展 它很重要 也有很多的技術 各位知道就可以了 因為各位絕對不會用到 除非各位將來的工作就是 黃光製程 黃光工程師 否則對各位而言只使用而已 懂這麼多根本不用 你只要懂什麼 懂得清洗 上光組 曝光 顯影 檢視檢視 做完這個流程就夠了 剩下這些東西都只教你 他care什麼東西 如果你各位將來真的要 研究黃光製程的話 解析度 謹深 要怎麼堅固 以及它還有做了什麼作用 增加各位的眼界 但不見得到 因為各位只是使用者而已 但是我們還是把這些 當作 當作基本專業嘗試 了解 初步了解後 至少可以知道它為什麼這個功能 好 我們這禮拜上這邊 我們下一禮拜再繼續 謝謝